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给大家讲解了类的装饰器 这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类里面方法的装饰器 打开上节课我们的代码 我把simpledecorator.ts先给它干掉 然后我们只留一个index.ts这样的文件 我把上节课写的这个类的装饰器先给它删除掉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首先有一个name的属性 然后呢 构造函数里面去给这个name属性 负一个值 这块我给类的名字改成test 我这里呢 再写一个方法叫做getName return this.name OK 我写了这样的一个类 这节课呢 我们不再去对类进行装饰 而是对类里面的方法进行一个装饰 所以呢 我们希望在这个getName方法上面加一个装饰器 比如说还是这样的语法 我们把它叫做getName decorator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好 那我们来写下这个装饰器啊 装饰器大家记得它永远都是一个什么呀 都是一个函数对不对 所以function getName decorator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会接收几个参数 我们说如果是类的构造器 它接收的参数是类的构造函数对吧 而如果是一个方法的构造器 那么它会接收的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target 类型是any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k 类型是spin 这个target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getName是一个普通的方法 如果一个普通的方法 你上面加一个装饰器的话 那么这个target实际上 我就是写一下了 普通方法 target对应的是类的prototab OK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试一下 console.log一下 target 好 保存 我先把下面这个东西注释掉 我先不实力化 这块要给大家讲 还是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说装饰器 它的执行时刻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类的装饰器 在类定义之后 就会立即的对类进行一个装饰 而方法的装饰器 也是一样的 它会等类创建好了之后 立即的把你的这个getName 给它做一个修改 很多同学会认为 我是不是实力化的时候 才会对getName做一个装饰呢 不是这样的 只要你定义类的时候 它就会帮助你 对这个类的方法做一个装饰 所以现在我没有创建实力啊 下面的代码是注释掉的 然后我运行npm run dv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打印出什么呀 它会打印出testgetName 其实第一个参数 那它就是原型啊 target其实就是test的原型 而k呢 我们也打印一下看一下 保存 我清一下屏 刚才打印出del是怎么回事 我们重新保存一下 再来试一下 OK 第一个打印出的参数是 test对应的prototype 而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呀 第二个参数是 你装饰的这个 函数的 或者说装饰的这个方法的名字 就k是方法的名字 getName它就是方法的名字 OK 有的时候呀 你这个方法 未必是一个普通的方法 有可能是一个静态的方法 我们保存一下 那静态方法 它就不能掉this.name了 我可以反复一个123啊 保存一下 然后我再去运行npm rundv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打印出的这个东西 和上面的这个prototype 不太一样 所以这块要做一个声明 静态方法 target 对应的是 类的构造函数 所以静态方法 和普通方法 对应的target 它的参数的内容 还是不同的 static呢 静态方法先讲到这 其实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继续来讲了 其实 getNameDecorator 还有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呢 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一个 descriptor 它的类型呢 是一个 property descriptor 这样的一个类型 property descriptor OK 那property 第三个参数 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 大家如果看这个 它和define property 这样的一个 js原生的方法 非常的类似啊 我们找到它的 官方网站 叫object define property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 它会接受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 这个对象 对吧 那其实和我们 这个圆形 好像比较类似 第二个参数是 属性 那属性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 这个k啊 那第三个参数 它叫做一个 descriptor 那我们这里 也是一个 descriptor 那descriptor 是干嘛的呢 我们可以复制 查找一下 找一下descriptor 这块的东西啊 你可以看到 descriptor里面 它会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 configurable value enumerable 和writeable 这样的东西 那大家其实 就应该清楚了 这个descriptor 是控制 我的函数的 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 函数的descriptor 其实就是这个玩意儿 那这个descriptor 怎么用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会用了 首先我先不用这个descriptor 先把console.log也去掉 这就是一个 什么都不干的decorator 那么我去创建一个实例啊 先清一下屏 我们运行这个实例 大家想象一下 可以打印出什么呢 这块我改成 this.name 那你创建实例的时候 传了一个del进来 所以name是del 那现在 你delgetname 打印出的就是del 对吧 我运行 npm run第一位 打印出来的 确实是这样 但你创建完实例之后啊 其实我可以对实例的 prototype上的方法 做一些修改啊 我这样 test.getname 我让它等一个 新的函数 这个新的函数呢 返回一个123 保存 那我再去掉 test点getname的时候 大家想 它会输出什么呀 是不是就会输出123啊 我们来试验一下啊 确实输出的是123 我清一下屏 那么 其实我希望啊 我这个getname的方法 不允许你去对它做修改 那么我就可以在decorator这 对这个方法做一个修饰 怎么修饰呢 我这里有一个descriptor 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descriptor 那我可以给它这个readable 设置成一个false 也就是它不可被重写 那当我把它的descriptor的readable 改成false的时候 你外部再想去改这个方法 能不能改呢 我们试一下 npm rundv 它会提示你 什么呀 会提示你getname不能被修改 但是你呢 尝试再修改它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报错了 如果你给它改成true 让它去重写 我们清一下屏 再去进行npm rundv 没问题 它就可以被改成123 所以这个descriptor的作用 是可以对方法的一些 这种descriptor的属性 做一些编辑 OK 那么有了这种方法的装饰器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装饰器 对方法做很多的改变 我举个例子 首先你可以对它的这种descriptor做改变 那么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在项目中会深度的去使用它 这里呢 我可以descriptor 那么descriptor value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打开官方的文档去看一下 这个value值指的就是 你的这个属性或者方法的原始的值 那么我们看我们属性或者方法原始的值是什么 原始的getName的值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呀 然后return this.name呀 那么我可以对原始值做一个修改 我让这个方法做一个变更 变成什么呢 function return decorator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getName它的内容是return this.name 但是呢 我通过descriptor能够拿到你的这个getName的引用 那我现在在这里面就可以对你的这个方法做一个变更 让它的内容变成return this.name 那当我变更之后啊 我清一下屏 再来打印 npm rundv 大家可以看这个时候 它还是输出123 因为下面我把它改成123的对吧 这块我干掉 重新来一下 你发现打印出的东西就不是this.name了 是什么呀 是decorator 说明我这个装饰器里面 通过这样的写法 可以对原来的这个方法做一些变更 OK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装饰器 对一个方法做完装饰之后 可以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 包括圆形 包括k值 包括descriptor 你都能拿到 实际上你对方法可以做很多 你想要的修改 那这就是 类里面方法装饰器 它的一个作用 OK 那这节课给大家讲解这么多的内容 就可以了 大家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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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